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4月9号 这是明镜火拍的今天大新闻 我呢 先把今天这个节目的嘉宾 做一下介绍 第一位呢 乔木博士 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 是孟玄先生 知识媒体人 孟玄先生您好 大家好 第三位就是我自己不用说了 因为我是今天的这个客串主持 那么呢 我也会参与这个嘉宾的讨论 好了 现在进入我们今天大新闻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新闻呢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4月8号 中国政府呢 发布了2019年 新性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那么呢 媒体解读为呢 这是一个农民进城的一个重大的步骤 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呢 常住人口100万到300万的二型大城市呢 要全面取消呢 要全面取消呢落户限制 第二呢 城区常住人口呢 300到500万的一型城市呢 要全面开放落户条件 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那么第三个呢 是主城区500万人口 到10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呢 以及主城区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 都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大户增加落户规模 那么专家认为呢 这次的这个文件呢 落实的是什么精神呢 就是一线严控 二线松绑 三四线 柠檬栏开放 那么这个新闻呢 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它究竟啊 有一些什么意义 那么我呢 作为这个节目的参与人呢 我首先呢 就是说啊 借点这个啊 这个借光 我先来发表下我的看法 那么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 博物院啊 这个就是这个发改委啊 2019年呢 新型城市化建设重点任务的这个落实呢 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危机啊 比较严重 那么呢 现在北京在寻找突破口 那么现在呢 把这个突破口 放在了这个农民进城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看法 那么第二看法呢 就是说明呢 就是我们啊 很明显就发现 就是说 国务院在有一段时间呢 一直是农民进城的 倡议者 但是因为 这一种声音 在北京的决策权中呢 不是主流 慢慢的被挤到了边缘 现在又表明什么呢 就表明这个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 又回来了 也就是说呢 国务院的改革派 又回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国务院和李克强 靠边的靠边的这些年代里呢 首先是这个 发生了大规模的 清洗 城市 这个农民工啊 让他们回成 那个清洗这样一个运动 北京就清了 清掉了三百万啊 有这一说法 同时呢 北京又搞了一个 北京的决策权 又搞了一个 让农民的回乡 务工的 打工的这样一个 一个计划 那么搞了搞去呢 这个农民冲政策呢 农民进城的政策呢 像过三车一样的 不断的这折腾 那么最终呢 就是不管是 这个定于尊业好 还是长官意志也好 全部都没法战胜 经济规律 也没法战胜 这个 经济危机 那么呢 农民工进城这个事情呢 又被迫的提上了 一时日成 这是第二个看法 第三个呢 就是呢 习近平先生早期呢 在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呢 他是一个农冲市场派 这样一个观点 他提了三大问题嘛 这个农冲的钱 从哪里来 农冲的产品到哪里去 农冲的人力资源 怎么配置 都是五个字 农冲市场化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 习近平在某个方面呢 他的政策呢 也有弹性 那是不是习近平这一次呢 回归到了他的 那清华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候的 那样一个啊 这个那样一个观点上去 那么 最后一个呢 我想强调就是说呢 李克强和他的国务院 这次又回到了改革舞台 又回到了权力中心呢 只是一个展示的现象 在某个意义上呢 李克强呢 他只是充当了一个救火队的角色 你也许你救完这个火之后呢 你又要靠边站 好了 现在呢 我请乔木先生和沐玄先生 对这个习近平重合权力 习近平和当下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呢 发表他们的看法 好 我先来讲 我也提三点解评 第一 我觉得这个政策呢 可能是来得太晚了 就像计划生育一样 当你出现人口下滑的时候 再来放开 我怕已经太晚了 因为不管是生产率创造 还是人口增长 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早就大概 包括西纪明在2002年的论文里面 就提到这方面的话题 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 18、9年才放开一个户口 可能有点太晚了 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为了预防 克服当下的经济危机 而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因为第二点呢 我觉得共产党闹革命啊 掌权 其实骨子里边还有一个更生地步 这个等级意识 城乡意识 特别你提到这个 现在是国务院重掌权力 但是在中国你知道是党权大与政府权 这些党内的这些老家伙们 或者这些更生地步 等级关系的这些老家伙们 他一看到农民进城啊 他会觉得乱啊 没走哪天 这政策他又倒退了 又退回去了啊 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对农民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 或者能不能真正不仅仅是一个程序上 而是在实时的这种 服务力待遇啊 国民待遇上给他们的好处 我觉得怀疑 其实坦率的说 现在中国的大城市 除了北上广这些特大城市 还略微有一些福利啊 户口这方面的优势以外 绝大多数的二三线 包括省会城市 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吸引力了 反而农民来说 由于有土地啊 特别是城下建华部的农民 由于土地拆迁 争地能抓到钱 净可以进城 退可以退土地 要比真正的城市户口更吃香一点 农民进来无非就是说上学 那现在呢初中以下 甚至高中来说 你有些都可以上 如果你是在本地进城 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异地进城 异地进城就是无非说 北上广跑 现在来看你刚才讲的 只是放开100万到200万 这个区间城市人口的这个户口 那么这些特大城市 其实并没有发开 而他们呢 偏偏是最吸引这个 农民工劳动力的 对他们不放开 因为一个政策 如果不是一个完全的公平 恐怕这个持久性和公平性 是从宜 这是我的看法 我是不了解大陆的这个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在大陆生活过 所以我不能够理解 我只能从我过去在台湾 理解的这个城乡关系 来做一点补充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整个现代化就是农民进城 就是城市化了 所以大家都在讲说这是一个大 但是的话呢 在开发中国家 中国也是属于一个特大型的开发中国家 在这个里面呢 如果没有这个户籍管制的话 会造成这个当然是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贫民窟的问题啊 大规模的贫民窟 你像像巴西啦 和里约的日内卢的那个贫民窟 那是很可怕的 那像墨西哥了什么 所以中国有这个 户籍的严格的管制 实际上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是有好处的 现在的话呢 就像乔木讲的说 现在有一些小的城市 一两百万的这个人 在一两百万在台湾 或者在其他中等国家来讲 是很大的城市 那么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 可见的中国的城市化的步骤啊 已经走到一定的这个 这个这个成熟的阶段了 就是说我听说这个中国现在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 已经超过农村的这个居民 这个是在在其他发展 就是发达国家 像法国啦 大概在一八五几年 就是人家已经进了一百多年 在美国的话 像美国这种地广人稀的 也是到一百多年前 一百年前左右啊 就已经是城市人口超过这个农村人口了 中国到了2010年左右这个时候 才初步的农村人口超过这个城市人口 这是因为靠着户籍控制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中国做什么事情啊 都要特别考虑自己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体型 还有就是说 你比如说现在假如说北京上海广州 可能还是不能够开放 如果一开放的话 确实是会造成这个很大的人口压力 那对于这个有很多是不公平的 这我们也都知道 可是不公平有的时候是必要的一种 现代化的代价吧 这个孟先生这个在某个意义上呢 是在为城乡隔离制度的一种辩护 这个东西呢 在理论界人们讨论了很长的时间 就是中国社会呢 在处理农民的时候呢 它政治上搞的是歧视 最后产生了一个城乡二元社会 那么在早期的阶段呢 农民就是中国的农奴 没有任何自由 基本上是要绑定在城市的 那个绑定在农村的土地里头 那么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呢 实际上农民成了一个二等的公民 那么到现在实际上呢 还在一个二等公民的这个阶段上的 这样一个阶段 这一次呢 这个所谓的农民进城呢 大家也看见 它划了三条线 一百万到三百万 三百万到五百万 五百万到一千万 以及呢 实际上一千万以上 也是这条线里头呢 它实际上还是在维持一个 如果说 用好听一些话来说呢 是渐进性改革过程 渐进性的农民 本来就应该渐进性 渐进性的农民进城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呢 维持 任然维持你的那种 城乡隔离政策 就是说 这是一个干贝的两面 那么现在就是孟宣先生 第一 他肯定 就是在这个 现代化的建筑中 农民应该进城 这是大趋势 但是他又 为这个城乡隔离制度 进行了一个辩护 实际上啊 你提到的这个辩护的一个理由 就是所谓的拼命哭 正好我在上节目以前呢 我看到一个人 写的一篇文章 就是说 美国人的资本主义和拉美的资本主义 为什么没有 美国没有这个贫民窟 那他就讲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美国的资本家人 福特模式啊 他这种资本主义是有伦理精神的 他造了汽车 对不对啊 然后他觉得我如果造的汽车 这个工人买不起汽车的话 那么我的汽车肯定没有市场 因此呢 他要造让工人买得起的汽车 是吧 然后呢 让工人买得起汽车呢 他要给工人以工资 那么这些工人有工资之后呢 他买得起汽车 然后呢 因为工人有收入之后 他就能够在这个消费 因此呢 他能建工厂建医院 这样的话呢 就是福特的这种文化就发生起来了 在拉美这样是什么情况呢 那地方的资本家 干了一栋自己最豪华的别墅 在那里头 那个屋里养的妓女 那屋里养的妓女 然后边上全是贫民窟 因为他们的资本主义 没有伦理精神在里头 所以说呢 如果 所以你拿那个城乡隔离政策 这样一种东西来支持 中国的政府对农民的一种歧视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我是不支持的 我从来就不支持 我跟你说 所有人是平等的 没有一个农民 就应该为你城市特权服务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我认为你是唱高调 我不是唱高调 农民 农民搞了那么多年了 你还在搞歧视啊 你欠了农民多少啊 你应该 你应该制度上对农民进行极大的补偿 才是对的 你现在还要搞隔离 这是不对的 而且你北京还在搞这个 这个 这个三百万农民的 这个七十二小时的清除 第一个人都不清楚 你这个观点是什么观点啊 对不对啊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政策涉及到就是说 李克强 所谓的这个传统意义上 就是南院和百院的关系 因为中南海和在里头的国务院 是在一边 在医院 这个紫光阁这边呢 紫光阁国务院这边 然后中南海这边在一边 因此通常把这个政策 归咎为南院和百院的这个竞争 那么这个南院和百院的竞争呢 在这些年之后呢 逐渐的就是李克强和国务院靠边站了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 我跟一个经济学家聊天 刚今天下午 他说这是表示着李克强回来了 国务院的改革派 又回来了 这是这个看到的一个好事情 而且呢 最近来说呢 我跟何平先生做节目 我就谈到 就是李克强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呢 他开始获得了某些发言权 获得了一个登上中央舞台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隆冲这个事情呢 也是李克强登上这个中央舞台的一个机会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这个资源的配置问题 那么18家三中全会已经说了 要有市场来配置资源 但是呢 18家三中全会开完以后呢 北京的领导人没有这么做 大高长官一致 那么现在他们终于发现 这个农村的问题 不能这么处理 是吧 现在他们意识到农村的问题 还是要通过他们把人口引到城市里来 这个就是经济学家说的 现在的这个500万左右的城市 300万到500万的城市 缺人啊 缺劳动力啊 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啊 因此他们要在抢人 这是抢人口 因此李克强的这个权力回归呢 并不是因为李克强 政治上有多有手腕 政治上有人作为他撑后台 而是因为现在这个经济 确确实实 危机很严重 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 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炸弹 你怎么样把这个炸弹给爆了 这咱们我一想也是这个 李克强获得这个权力中心舞台的这个位置 同时呢让农民进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理由 我倒想补充几个技术问题啊 除了有这个政策 其实有三个技术问题 难不难解决啊 就是你光让农民进程给户口 第二个 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 就是说公平就业机会 比如说对外地人的歧视 对农民的歧视 你城市人都由于受的教育好 或者说这些大学毕业生啊 研究生毕业站的这个管理岗位 办公室的工作 还是让农民干以往的那些 农民工那些打砸体力活 他愿不愿意干 第二个呢 就是不仅仅是户口 他有没有相应的 比如说其他的社会配套 比如说住房 如果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 农民买不起房子 因为他农村的房子 没有太大的成本的啊 那么农民这个进程以后买不起房 你让他住哪里啊 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经济适用保障房 那可能必然要形成类似于的贫民窟 而政府呢又不能容忍这样的贫民窟 又开始出现一龙的什么呢 清脆地端人口 第三个就是这个经济增长 特别是物价这一块 相比较城市来说 农民的收入是低的 它能不能承受其城市 除了房价以外的各方面的高物价 比如说交通啊 比如说饮食啊 教育呢 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 光让农民进来 恐怕会带来新的问题 又会产生更大的麻烦 我想目前来说 看来李克强开的这个口子 我期待着下面有相应的配套 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 农民进程的配套措施落实了 这里头核心的涉及到 就是一个国民待遇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你不能够在城市居民和这个农村居民之间 画一个不平等的一些政策啊 确定一些这些政策 而以往的所有的这些政策 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基础上 你把农民进程之后 你能不能消除所有这些不平等 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子弟的这个孩子的上学问题 这个农民的这个社保的问题 这里都是会跟着跟着来的 就是你给他什么样的待遇 还有一个就是说 城市人更多的有单位 比如他的福利 他的管理是有单位 有居委会 那么农民进来如果打零工 没有正式工作 没有单位 他怎么办 城市上有医保 有社保 农民是没有这个 那他如何进入这个 他该交多少 该怎么交 他的比例怎么算 都很复杂这个事 这还有农村的土地怎么办 他们的农民的土地怎么办 所以这方面呢 孟先生我想听您的一切 还有最重要的问题 能不能刷下流通 比如说我在城市待地了 农民的土地特别便宜 我能不能去买农民的房子 买农村的土地 现在中国这个又不容许 禁止的 因为农民买城市的房子 市民又不能去农村买房子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太多了 让孟学先生说几句 不是 我是觉得 每一个国家的经济 都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 或者是管制经济 当然除了在毛的时代 那确实是城乡用户口 来把人锁在这个土地上 等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事实上的经济的 因为基金要建设嘛 所以已经使到这个人口的流动啊 没有什么路 没有各种那么严格的限制 对不对 当然进城的农民工还是受到歧视了 这个是在经济发展里面 人是不平等的 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这个你要讲人都是平等的 那美国的条件跟欧洲条件 跟这个拉丁美洲的条件 或者是跟非洲条件 你有的时候 你如果是有这种管制的时候 有的时候反而使到 你这个在这个进行这种 这种非常这个剧烈的社会变动的时候 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在台湾来讲 我们是没有户籍管制啊 什么是流动的 可是买卖农地啊 是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就是不让你 因为台湾怕 当初是怕这个粮食不够 必须要有这个 然后到现在为止 买农民土地盖房子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并不是说这个都可以自由了 所以事实上行政的管制 在每一个国家 即使是非常非常自由的 也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所以我是觉得 你每一个国家 要根据自己的天然条件 还有它的传统的 这种社会的习俗什么之类的 这个慢慢的慢慢的改 如果是讲一些很漂亮的话 人都是平等的 人所有有宪法上的谦虚自由 这种的话 你在中南美洲 那你是说 那是因为它的社会发展的形态 它的资本主义变成了这样 那你怎么怪这个制度 那这样的话 你比起这个中南美洲的那种 大规模的那种贫民窟 你比较中国的发展的话 那这样中国的这个发展 反而比它那个东西 要对老百姓来讲 反而仁慈一点了嘛 对不对 我估计老先生要挨骂了 都要他这个 刚才批评我说大道理 实际上他全都是大道理 是吧 这个他没有这个限制农民进程 和做一些这个政策上的 一不能及时到位 一步不能到位 这个天下皆知 对不对呀 对不对 但是这个 它不是一个就是有没有限制的问题 而是限制到了有多少的问题 这就不需要跟胡适说 共产党不是有没有自由 而是有自由有多少的问题一样 对不对 这是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说 有一些制度是藏无人道的 那是可以废除的 而可以加速这种 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 这是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户籍制度 你现在到这个这样一个阶段 你还保留着 你这你是不是应该应该废除 那么另外 那么土地制度 我们可以就慢一些 对不对呀 那么你你这个户籍制度 这个户籍制度 是反人类的一个制度 跟南非的总统 各地制度没有区别 政府的有些行为 你不能够是 不能去做的 是问题在这 而恰恰在这个方面 中国在政府在做一些很多的事情 我也不同意你说的 拉美一些东西 中国的一些做法比拉美还要人道 那中国的这个做法 可以比那边拉美的制度残酷多了 怎么会人道呢 中国在世界上对的农民是最残酷的 可以这么说 你还说他人道呢 根本就不可能是这样的 我看这个还是谈谈李克强今天的行动吧 他在欧洲 欧盟跟欧盟的主席 还有好像签订了一个 就是说愿意开放市场经济 我觉得他那个开放 等于是比对美国的那个保证 等于一体适用了 对对对 就是说是对对对 就是美国还在那边 这个协议的条文呢 那他向欧洲呢 反而已经做出重大的让步 那这个一定让美国人觉得非常的 这个心里很不平衡 我跟你吵了半天 结果你把好处先让给了欧洲 那欧洲挺高兴的 那这样子的话 对这个李克强 李克强好像是在中欧的合作上面 他是一直是这个是比较活耀的 中欧对他的印象是很好 那这样的话也正符合他现在这个风头很盛 这个面子给了这个李克强 我这个先听听 瞧牧先生怎么看 你问我 对啊 我倒注意到中欧之间更麻烦 刚刚看到新闻 美国用准备向欧洲的110亿美元产品加税 也就是说他打完中国打欧洲 好多人认为他在跟中国贸易方面 这个谈判的时候 大有好多政治条件 或者有意识形态 有政治打压的考虑 现在看来实际上美国只算世界的账 他就是个经济账 是个全球的 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 那个我的感觉就是从这个中国和欧盟谈判 就是在最后一刻关头 说中国进行了大妥协 刚才孟学先生也讲了 这个大妥协实际上就是跟美国从中国要的待遇 基本上出于一体的话 这样一个阶段 因此呢这个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更关于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面子功成是李克强捞回来的啊 这个孟学先生也说了就是李克强先生先生啊 这个最近风头很贱啊 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李克强先生在最近这些年来啊 脸上从来没有那么亮过啊 就是这个啊在欧洲这个方面呢 这么大的一个面子给了李克强啊 这个也是当下的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也正和我这个我们这个标题上的就李克强啊 从获权力这个东西可能有关系啊 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这只是当下啊 李克强先生要注意 你要当老二的呢 实际上要注意 否则前面就是地雷和陷阱 不过中国向来是皇帝给你多少啊 你不要这个这个得寸进尺啊 不要这个开了给你一点染料你就开软房 对对对他是这个这个是危险的 这个很多人注意到就是李克强 我刚才也说李克强只是一个救火队长啊 救往火以后也许他就回家休息了 好了这个第一个话题呢 我们啊关注到此啊 第二个话题我们开始就是第二话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啊 五十位网络大卫被封啊 于建荣不知道自己如何被害啊 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这个西浪微博 4月18号呢 是按照官方管理规定清查处置 实证有害的讯息和账号 那么从3月21号至27号 禁言和关闭了50个账号 包括社科院龙冲发展研究所 社会分体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 他有了720.7万粉丝 微博签约自媒体人啊 这个重游移动学院大患程式化战略研究院院长 童大患啊 他有这个65.3万的粉丝 原新华社重庆丰社资深时政记者 有解读精英小说出名的六成雷雷啊 本名呢叫王小磊粉丝 47.5万啊 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啊 这个余建荣先生说啊 啊 他被禁了90天之后呢 他他说什么呢 他说已经两年多没有上贴任何政治锐容 天天只知道 艺术方面的 不知道哪篇贴文发布了实证有害信息 啊 我看的余建荣就是他上面有时候在弄一些话呀 弄一些风景啊 确确实实实上 他上的是这些东西 然后他居然两年没有上这个啊 上上贴了 居然给他关了 所以他自己莫名其妙 那我还想去问余建荣怎么回事呢啊 也不用我去问了啊 他就自己来解释了 那么呢 王潇雷也否认发布任何有政治有害信息 那他2017年开设的读唐诗内容的公众号呢 单篇文章阅读传播达百万次 他的六十雷雷读唐诗一书 得到许多读者和学者的推崇啊 因此呢 这个人们都不解 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这次被封了 那么呢 我现在想听听乔木怎么解读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个传统的思维 想着说我没发什么有害内容啊 我没有反党反社会 所以反定于一宗啊 怎么就给我封了 不是这样子啊 现在已经管理不是这种思维了 你只要存在 你只要有流量 你只要有人气 你就等于跟党中央抢流量 跟学习强国APP抢流量 你就等于分散党的领导啊 过去呢 说你当把我们这些所谓的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这些大位干掉以后 剩下的你如果不拍满 你不每天学习这个习的讲话 也不行 你光注意到于介荣啊 六成雷雷这样的人啊 他们好像特别像六成雷雷 他并不涉及政治啊 他就讲一些基因啊 讲一些历史 但是不行啊 你这个阅读量这么庞大 那么大家都去看你这个东西 谁去看新闻联播啊 谁去学习习的讲话呢 谁去用那个学习强国的APP呢 所以共产党对你的控制 不仅仅是一种内容的脑力的控制 一定要这种形式上 具体的生活的方式上的控制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其实说一点都不意外 看到这三个人被分 这三人我都认识 前几个月吧 最有名的迷门 微信自媒体大号 也被调停 把公司取缔 为什么呢 他完全是登的鸡汤 登的中产 女性的这种焦虑 不涉及到任何政治啊 基本上是一些社会问题 但是呢 仍然要跟他全网封杀 最后公私解散 为什么呢 就等于说 跟这个中央媒体 主流媒体抢了点击 跟打中央抢了流量 那么现在 起稿这一套 重违规正统的 我叫他原教者的共产主义 他就有一种清规戒律 类似于过去那种 毛适的那种辛苦的生活 他包括当年像重庆的时候 薄熙来搞共产主义 取消这个电视的广告 只放这个红歌 红色电影一样 他就借不得你去娱乐 就让你看主学类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金融你也不能 何况金融里边 六舌类类写金融里面 还有这个我们知道有讽刺啊 同大话 这些人写一些时辰评论啊 包括余介如你油沙满水 你想说明什么呀 还有一个情况啊 我注意到一个小技术细节 就这些人虽然不怎么活跃 这的时候不发时辰内容 但是老有一些网友 他的讽刺在里面评论 就某些社会热点 让他们评论 然后呢别人再一转发 这个东西也是个影响 所以这种情况下 干脆给你分号或者敬演 让别人也别利用这个舞台来表演 这是我一个看法 当然最后一点我想 今天之所以屡屡的来打击这个自媒体啊 微博微信 还有个最重要又一点 今年2019年一个特殊期啊 比如所谓的六四三十周年啊 共产党建政七十周年 一系列事件 他肯定要预防以防患于未然 先把你嘴堵住啊 到时候再说 这是我看法 孟璇先生 我一贯知道你喜欢发表不同意见 所以说 对对对 把你请来啊 就是有这个价值 所以你是不是批评批评这个乔布啊 好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文人乱政呢 是自古已然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黄泉 这个黄恩浩荡 你们还在这边东扯西扯 尤其是利用网红啊 我倒是觉得这个网红的事件呢 是现在这个这个如果不加管制的话啊 这个不施展一些这个你以为你们就是可以这个在上头这样子肆无忌惮 总是会造成这个社会隐患啊 我讲的是隐患 那台湾呢最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调查 这是刚刚出来的 就问年轻的人 你们最想做什么人 这就是你们的未来的这个愿景是什么 百分之六十四的人愿意做网红 做直播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那这个是显然是一个不健康的这个这个社会倾向啊 那台湾现在最网红的一个人叫馆长 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满脸磁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个人这个收视率高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你比如像赖清德为了要去跟这个蔡英文去斗民调啊 赖清德他是一个很很比较这个就是传统的政客的型 他今天呢就是今天晚上啊 就是台湾的这晚上啊 4月9号的晚上啊 他为了要去对抗蔡英文啊 得去放下身段去上这个馆馆长的这个直播 这样子才能引起这个去蹭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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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啊 才能够把他的声音传出去 换句话说呢 你这个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这种管制 就是说越是能够在比如说很标心另一意 或者讲很图处的话 这种人的这个声量啊极大 当然像韩国瑜 这个是我也比较喜欢的人 他也是网络声量特别大 蔡英文为了要这个他也是在拼命的去找这个上直播的 跟老百姓就是跟网网民啊 尤其年轻的人能够接触到他们 那这个的话呢是一种就是你比较这个台湾跟大陆的这个这个管制的情况 你就知道在台湾你如果不管制的话 他有充分的自由的时候自然的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你就会说哎这个事是健康的吗 这个是不是要管一下 假如说我们在在当初在那个薛满子那个时代 这个2012年还是13年吗 就是利用他嫖娼的事也把他管制住了 杀了一下车 阿拉伯之村是一个很很很好的例子 网红这个事情啊 是有一时的很快的速的这个传染效果 可是完了以后他根本没有 没有有助于真正的这个 比如说民主的奠基啊和扎实啊 就是散掉了 所以的话呢什么事情啊 我们当然不是说 这个全部要把这些有名的大帝全部给你封掉口 省得你干脆不要让你们讲话是 可是现在已经有了这种 现成的这个这个网络的方式 我要反驳 我觉得你刚才老先生的讲话 让我想起的前不久 郑贤会上那个57岁的女孩啊 我觉得你是有点57岁的男孩啊 在替党国这个严重封杀管制来辩解 他就是这样差不多的 你通话了一个概念 你把这个网络的一届领袖啊 关心中国的公共问题 社会问题的网络一届领袖 在大V通话成一个网红啊 他们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红 我们说的网红通常指的那些 你要知道中国的人口基数 好多娱乐明星其实并没有被封杀 他们动辄是几千万的讽刺 这里面最多余介入也就700万 像六成雷雷同大会也就是几十万十几万的讽刺 他们被封杀主要还是由于他言论 跟思想界的影响 并不是说他们传播了什么 你刚才提到类似于馆长啊 第二的年轻人这个靠娱乐 靠这种恶搞啊 靠这个低俗啊 流行文化这样稍微的网红 说白了对这些公知啊 大V这些政治和社会言论的封杀 其实就一种扼杀思想 反而是真正那些败坏社会风气的啊 靠这个暴露啊 靠这些低俗言论出位的 反而不怎么封杀 或者说即使封杀了 你可以继续开 所以这一点上 我觉得不是你讲的那样 因为我网络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这个你这个 林友斯呢 只有57岁啊 这个孟璇先生比林友斯岁数大 所以说对 他是个70岁的这个老男孩 他这个思想体系里头呢 他是为皇权辩护的 那么你就对皇权体制不满的 有不利他全部要批判 那么我呢 我我就是我讲三点啊 第一 就是说这个啊 刚才 乔木先生说这个啊 孟璇先生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就是说这些被封杀的人 他们不是网红 啊 他们是知识分子啊 他们是大陆化叫公知 那么呢 封杀这些人的行为呢 是什么呢 是一种握杀思想的一种行动 这是乔木先生说的 那么实际上呢 我就想到就是说呢 实际上这是北京啊 发布的搞的意识形态的战争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 意识形态是需要战争的 对意识形态战争 对意识形态战争呢 那么呢 他要消灭不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异端 那么余剑荣啊 六神雷雷这些人都属于传播异端的 因此他们要封杀啊 这个孟璇先生也说应该要封杀 因此他是支持这种封杀的 这是第一个 是吧 这个那么从这个上来看呢 这种意识形态的战争呢 就不见于 不止于封杀五十二网络大V 也不止于封杀这个余剑荣和六神雷雷 那么最近呢 封杀的人多了 徐将任啊 这个还有这个 我们看到苏州广播电视系统 有一个姓朱的 朱晨桌 他只是因为注册了这个 那个推特号 对呀 然后呢 对呀 给他这个 给他停 降级 待岗 降级 停止 扣钱 这个考试不合格 还有扣钱 这是个 你只是注册了一个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还有这个 有两个律师呢 也是 对呀 也是因为这个 在推特上啊 他都没话 没说话 就点了几个赞 也被处罚 因此呢 我觉得 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地毯式的扼杀异端的一次行动啊 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那么第二个看法呢 就是说呢 现在啊 他打的并不是现行犯 是不是啊 他这次打的是什么呢 余剑荣 这是什么呢 是历史上的这个 反革命分子 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 等于是什么呢 我不是正好这两天做节目吗 就是说 郭树青啊 在金融 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 到来的时候呢 他进行了拆弹啊 就是把小的炸弹先拆掉 以免这些小的炸弹呢 连贯起来 引起一个大的爆炸 最后把老大 老大先翻了 或者把党国先翻了 发生苏联那样的悲剧 那么实际上 我觉得 这一波意识形态的扼杀一端的行动呢 就是当局的啊 有钳制性的猜弹行动啊 是中宣 防范余味啊 对 我觉得这是中宣部的猜弹行动啊 这是第二个 是吧 第三个狠狠的一个招是什么呢 就这次呢 不仅啊 是在这个新浪的微博啊 实际上在微信上也有这种行动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有一些人呢 跟微博和这个新浪很熟的人呢 因为他说 我可以通过后门去问 把我的账号给恢复过来 对不对啊 然后 这个新浪和这个微博的人 告诉他一下怎么说呢 他不瞒你说 这一次你的这个号 是被随杀的 是被随封的 连我们也不知道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他这些社交门户网站啊 给有关单位留了一个 连腾讯和新浪本身都不能够控制的后门 是这些人 举刀砍杀了这些人 所以说啊 这个公事的行为呢 在某个意义上已经被政治化了 那么这个政治化呢 就是他这个留的这个后门 供这些意识形态的警察 随时随时可以下刀来扼杀这些异端 因此呢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次网络的这个封杀大V的一个行动 那么孟宣先生 听到我这一通高论之后 你怎么反驳啊 我觉得美国这一方面的话呢 也是比如说最近这个所谓黑crime之类的很多 这个利用这个Facetime的同时可以传播出去 那你们那个这个没有管制的这个东西 像推特也好 像Facebook也好 你只要稍微涉及了社会 就是inflammatory 就是说煽动性可能引起暴乱的 他给你杀得很疯的也很厉害啊 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 你比如说在这个就是穆斯林的这个社团里头 你如果去讲一些这种特别的这个鼓吹 这个这个宗教仇恨的这些东西 那你管不管 你社会管不管 这个管制在每一个社会里头都有 你比如说就像这个白人种族自上主义者 他也是一种言论啊 他也是一种公知啊 他就认为白人应该是历史上 或者是责任上就是白种人的这个负担啊 可是他就造成了很多这个危险的行动 那这种情况底下是不是就要封杀 在美国一样啊 这个孟先生你这个你又犯了一个错误 刚才你呀就说批评我讲大道理 实际上你现在讲的也是大道理 本来这些道理都是有 我问你是不是应该讲 不在这些问题上是不是应该讲大道理 第一个我问你这个问题 当然应该讲 对吧 那么就是我们不应该批评 可是我们是认为就是要公平 你也不要说 好像这其他社会就没有这些控制 每一个社会的依然点不一样 好 现在我认同你 我也认同你这个 现在问题就是说 不是不应该控制 是应该控制多少的问题 打个比方 仇恨言论 在美国就不控制啊 美国宪法 美国法律保护仇恨言论啊 美国法律保护仇恨言论啊 你现在不控制的话 为什么Facebook收到那么大的批评啊 社区的 孟先生 社区的自律行为和国家法律 对一个行为的惩罚和公共权利的惩罚是不一样的 标准是不一致的 你不要把这两个混动一起来 因此呢 在美国是有多少的这个自由度的问题 而在天朝那个地方是有没有的问题 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两个搞清楚了 可是事实上 中国的这个讨论社会的问题 只要你在不是毅然点特别高的 或者是说用词特别这个的话 当然我从来也不上大陆的网站 我也看不到 我也没什么太大兴趣 可是我从台湾的经验来看 这一些具有passionate政治的这个意见呢 他所一搞出来以后 造成的那种 那种 那种 仇恨呢 还有passion 非常的厉害 非常可怕的 我给你举例子讲 我不讲道理啊 这个小男孩 我给你讲 其实共产党根本不做内容审 他光从形式上就写定性 给你借个桥 不让你用 比如你们台湾人 或者你在美国 永远没法体现 体会到说不能用 Gmail 不能用谷歌 不能用YouTube 不能用Facebook 他根本不是说内容的 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就不让你用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近发生的在浙江海宁 司法局给两个律师建议处罚 他们说 他们结局在推特上注册了个账号 官方用的什么样的词 叫做使用反华软件 他首先定义你这个东西 推特就是反华软件 这才就是啊 你怎么能保证 只要你这个东西 不是被共产党控制的 他一定不让你用 每一个国家帮人有权利控制自己的国内的 这个跟陈小平讲的 平什么Google就可以到中国来试试 陈小平讲的是说 以社区以公司来控制 比如说你爷爷弄不到啦 他给你啥点消耗 共产党不是 他是对国家机器超越了公司 公司其实不下国 我们写个大V的 那共产都要管大V啊 是这么个道理 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可以 不同的思想 你在中国你是有缘罪的 甚至同样你说 OK我不讲任何言论 我在我的微博 贴一张习近平的照片行不行 不行 人民日报可以贴 你不能贴 你贴的他就是你别有居心 人家余建荣两年多都不贴东西了 你把人家封杀了 你这个孟璇先生 你这个怎么解释啊 因为你这个 宏丹华 我会 根本不讲实施政治 宏丹华人家讲的是卖房子 对 他是搞房地产经济 后来又在春期搞个油电学院 加点通行技术 根本不涉及到政治 对 这样跟你分啊 所以说 孟先生和这个乔先生 这个分歧很大 跟我的分歧更不用说了 我们这个话题呢 因为真不完 我们只是想各自的观点表示出来 这个就够了 然后呢 我们的观众有这个分辨的能力 这是第二个话题 那么第三个话题呢 比较有意思的呢 就是这个 袁小亮 这个 哭咎杨恒均 那么呢 老百姓 公共舆论 究竟该说他何该 还是应该对他表示同情 这个事情呢 就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杨恒均呢 取了这个 有的人说他是著名的五毛头子 也说他五毛 大五毛 反正称号不一样 就是袁小亮 那么这个袁小亮呢 也到我们明镜 做过一个节目 他最著名的一个观点呢 他说人民民主专政也是民主 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到他 老公被抓了以后 他呢 在澳洲的一个 叫四方角落 应该是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电视台吧 接受采访就是 呼吁西方 或者澳洲政府 来解救他的丈夫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批评澳大利亚政府 在解救他丈夫的问题上 力度不够 表示失望 那么这样一个 就是说有这样一种 五毛政治观点倾向的 这么一位 如今成了一个 中国的这个制度的一个 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又见不到自己的丈夫的情况之下呢 他很着急 因此就出来讲话 讲了这通话之后呢 那么关于究竟对他 应该同情还是批评还是谴责 还是应该帮助的这个 公共的反馈呢 就完全就不一样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想先听听 乔木怎么解答 哎呀没有这样 每次有这样的公共世界 都是造成同道同行的一种独裂 前不久在为杨恒彤被抓 他该不该呼吁该不该同情之后 好多同道朋友就撕裂 有人说他背景复杂 被抓了活该 甚至是回去执行任务了 我们这个看了吃瓜写说看热闹 那这次也是 到底该不该同情呢 还是说活该 甚至悉灾落货 袁晓亮这个视频啊 我看了其实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方面呢 他讲说中国没有这个法律程序 没有这个司法公正 在机场突然把老公被抓走 这三四个月就没有任何消息 律师也不让见 那大家马上就质疑了 你当年还不是一般的五毛 刚才 他叫头牌五毛 过去有那个烟花柳下有头牌 我们介绍一下他就是头牌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国有好多有名的五毛 像司马南啦 这个孔庆东啊 等等 但是那些都是男性 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像 袁晓亮82年生的 比老杨小17岁 这个有没有姿色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至少一个女性形象 而且非常活跃 当年经常参加官方组织的 这个微博大微型 去红色的地方参观 批判西方的法治 那么他现在开始 说中国这个人民民主也是一种民主 中国也有法治 中国也有选票 而且批判了他当时讽刺 落井下石 当年陈光城被软禁跑美国 他都进行讥讽 对这些 而且他一个名誉是他专达公知 专达这个大位 所以现在大家说你出了那 那自然而言认为是活该 第二个他说你他那段视频里面 哭诉就是说来希望澳洲政府 他很是吧希望去给他丈夫 大家你不是一挂反美的吗 反西方的吗 即使是去了西方也是无意被人发现 非常低调的吗 你现在更应该大家说你应该什么呢 你去找这个要么跟中国政府去要人 要么你去找司马南 找孔庆东 找吴法天去你的同伙去要人 所以我想的大多少网民啊 就像碰到这样的事 特别是推特发想出来的 他们好受这种野弄镇压 对他我想是有一种悉灾乐祸 就是活该的这个心理 但是呢我想还是应该同情 尽管呢这个像我的朋友夏业良 他认为说要同情他首先 他要忏悔要认错 对他过去所做的一些事 有一个态度 你不能说啊 我不生不想就过去了 然后现在老公出事了 又出来抓可怜 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说 当他通过接受的体会 认识到这个没有这个法治 没有一个正常的法治程序 依人不自由 岂是举锅接牢笼 我们说复骚之下既有玩笼 连他老公这样的一个澳大利亚公民 都不明不白地被抓了 那么我们普通人来说 可能更可怜 这种情况下通过他的这种言传生效 其实还是很有影响的 应该给他一定的同情 特别是他这里面抛开政治 还有人的亲情 夫妻感情 男女知情 觉得从人道的角度来说 话一句话说 连外国政府都在干预 所以我们中国人来说 也应该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专制 这种不人道不法治的进行奉取 而不是像一个弱女 尽管他也不弱 让他进行 我其实很复杂的一个心态 我记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 上边打成的妻子那样的一个光辉形象 因为他毕竟有略积 也不希望他做的现在好像 真像他说的一个无知重情小姑娘 我很可怜 怎么现在没人帮我 我其实很矛盾的 请听听孟学老师的看法 孟先生你这个问题上 你是矛盾还是观点鲜明啊 我一向观点鲜明啊 我是觉得杨恒军他是回国的时候 被弄被逮捕的了 或者是啊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大家确实是不是很清楚啊 那么澳洲政府是不是有像 他因为他有澳洲的国籍嘛 是公民啊 澳洲政府是应该是一定是有处理 按照我们对这个西方政府的这个理解来讲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下落不明 或者澳洲政府没有很高调的来做这个事情 以至于引起袁小倩是不是 那个字叫什么 袁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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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要出来这个胡天喊地吧 这样子啊 那我们是不 不是知道很深的内情 可是的话呢 你既然你认为你是一个五毛的那种 原来最早的时候是五毛的这种形象 那么你现在 你现在要呼吁这个澳洲政府施压 那你这个就是这个确实是你没办法完全自我解说了 那中国的法治的话 中国有他自己的解释的方式 你你这一套这个就是国家的权力 这个东西如果你是认同国家权力是主权是很重刀的吧 或者说是高过于个人的话 那你就应该在这件事情上 你就就就就就认认 只能够这个我反而并不是特别同情这个这个袁小亮 他这个想利用这个希望这个澳洲政府 澳洲政府他应该回答 如果他有澳洲公民的话 他透过澳洲的法律程序向澳洲政府陈勤嘛 那你有本事你去用这个管道来做 那你动用这个民意 对不对 动用民意的话 那我就我是如果说一个这个中国政府的时候 我说他自己做的事情他自己知道啊 因为我就不不主张这个外国政府轻易的干涉 别的国家的内战 这个实际上这个孟宣先生这个立场并不鲜明啊 有点这个模模糊糊啊 我觉得我的观点应该比你鲜明啊 我关于袁小亮的问题呢 我讲这个啊下面几个观点啊 第一这个袁小亮被人这个批评或者甚至于咒骂 我觉得他活该啊 这个我的我的观点够鲜明吧 啊对 我原来啊我不知道这个袁小亮那么多啊 刚才听乔木先生乔木先生 我我相信他提供的资讯背景是真实的啊 而且呢他在我们这也确确实实说过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民主啊 中国也有选票等等对吧 那么呢你过去做的那些东西 你发表那些观点啊 人们到现在批评你啊甚至于骂骂你 我觉得都是人们的一种感情的一种表达 我插一句我插一句 他不仅仅是观点他有活动 他是官方组织的各种微博大微团 炒红打黑去批判这个民主协政啊 去攻击一己分子的一种打手 他不仅仅是爷弄啊 他有好多有组织的活动 他不是资干五 他是拿了钱的五毛 所以说我说他就是更加应该了 更加活该 他应该承受这一种啊 舆论的惩罚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这个袁小亮啊 思维混乱啊要批评 为什么我说他思维混乱呢 他如果啊我听到这个 乔木先生介绍他专打工资 我听到我这个路火从心中燃烧 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专打工资 你老公也是工资啊 你不仅价了工资 你现在到关键时候 你还冒险出来为工资呼吁 你这不是思想混乱吗 逻辑混乱吗 你应该说支持中国政府啊 这个关押审判杨恒军啊 所有这些东西都按照中国法律来办 对不对 你应该这么说吗 这才是符合你一贯的这样一种啊 五毛的立场 对不对啊 而且从现在来看 再插一句 再插一句 他打工资 工资并不怕他 无论从理论啊 从文采 从影响来说 工资并不怕他 但是呢在中国你没法讲理不对的 就是说工资的删铁销号是寻常事 像我被销过六个微信四号 是21个微信公号 无数个微博号 就是你没法跟你他讲 他的野弄五毛 所谓左的野弄 在中国畅销无阻 他想说什么 他的账号 他的本子非常稳定的 而工资呢被打得七年八了 你没有真理给他去讲理 即使跑到美国来 这还没办法吗 这位老公资啊被抓了 所以说这个 好你继续 乔木对这个袁晓亮的这种这个俘虏啊 比我厉害多了 我突然发现 我只是通过他的这个 所以他的同情是 实际上是恶余的眼泪 但是我国企是很同情的 我跟这两位都有私交 跟老杨都是同类 你知道误伤其类嘛 都同样的差不多 从大陆出来 而且我认为人转变的 应该给出了 特别是他一个女子啊 梨花带云那么一哭 我这个心软的 我都想 这个全部这个不能心软 我不能心软 小资产我有点小知识分子的这个 所以我到现在我要第一说他何该 第二说他思想混乱 就是说啊 他先生被抓涉嫌犯罪 应该有中国政府决定啊 那么呢 而且还应该感谢中国政府 跟余文申比 那许晏根本找不到他老公在哪啊 而且他的老公在监狱里头怎么样 澳洲的这个政府多少还叹了几次吧 对不对啊 应该是这样子 他还探过几次对不对啊 多少知道你老公啊 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你比比许晏 比比李温足啊 你强多了 对不对啊 因此呢 就是网民我的粉丝有个留言 就是说如果对袁晓亮轻易的宽恕同情 那就是对整个良心犯 包括他们家属的一个最大的不公 那么呢 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啊 那么第三点呢 我认为呢 袁晓亮不忏悔呢 我也应该支持他 那么这个 我这个跟一些观点不同意 因为他这个观点上的东西呢 我捍卫他观点的权利啊 那么呢 我反对他跟随中国政府参加五毛活动 那是我坚决反对的 当然他的一些观点啊 我还是支持的啊 我捍卫他观点的权利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还支持他什么呢 在这个自己老公被抓进之后呢 应该享有这个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应该拥有的一些权利啊 这个我是支持他的 因此呢 我支持他并不是因为他是袁晓亮 也不是因为他是杨恒军 我是支持他 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 他应该享有神圣不可请望的 素质上的一些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支持袁晓亮啊 这是我的态度 比较下面吧 所以说孟璇先生 我的三个观点你同意吗 我也同意 同意同意 这个合理 合理吗 可是我是觉得 这个国家是 对这个犯罪的判定什么之类的 或者嫌疑是有权利进行追溯的啊 那么这个他的追溯的程序怎么样 这个司法程序怎么样 这个还是要尊重国家 这个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追溯的过程这样子 总的来说我不说我是还是同情的啊 因为我说了他一个弱女子 特别人在危难之时 亲亲相互嘛 他老公被抓啊 这么失去联系 特别是我借不得人哭 特别是女人一哭啊 又比我小12岁的女人一哭啊 我和他都属狗啊 82年 这个我真的受不了啊 而且呢 这个这个我和老牙这么多年也算同道朋友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出来救夫啊 这个因为老牙这个事在中国大陆没法讲敏感词 是不是啊 除了这个澳洲通过外交渠道探视 连这么最著名的莫少平啊 就是为那个谁 刘晓波的律师这些人都不能见到他 你有什么办法呢 按中国的程序来说 前六个月监视居住是六个月 最长六个月他把这个程序走啊 所以六个月以后才决定下一步是该起诉还是该换的 也就是这六个月他是要一直被抓下去 这很残酷的 这个他应该是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所以说就是啊 正常机关给你找一个地方啊 叫指定居所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 所以说袁晓亮不知道他是正常的 因为啊有可能涉及到国家机密 因此他不会让这个袁晓亮知道啊 这是中国的法律 刚才这个孟璇先生说了 按照中国的法律办啊 实际上这个法律是非常原始的法律啊 虽然也叫法律 但是有些法律是非常原始的 而且在有违宪审查的国家 有一些法律是不叫法律的 那是违宪的法律啊 孟璇先生我要给你提醒这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 县是根据哪一个国家的县 中国的县法也可以啊 那你打县法官司嘛 对啊 你打县法官司啊 可是中国从来不允许你有县法官司啊 他那个东西是死的 从来不启动的 是休眠 休眠条款 这是这个 这个刚才听了乔木先生就说 剑木的女人哭啊 那么我实际上还有补充一句 我对刘晓亮呢有同情 就是说 啊 为什么同情他呢 就是说呢 在因为他 要救夫嘛 这个心切 那么在这个一个上呢 他的思想啊 前后不一致 逻辑上的混乱呢 我也觉得理解了 人呢有时候在感情面前吧 找不到北 这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他的女性的这种光芒在复归 因此呢 我也想到 我也觉得非常的理解 另外一补充一点就是说 袁晓亮 实际上来美国这两年有很大的转变 他已经逐渐淡出公共事业 只是在刚来美国时候 2016年美国大学学举的时候 他是作为反方 当时对中国的民主啊 民主专政继续来站台 但是在那之后 他并没有对 对中国进行美化 也没有攻击美国什么的 而他之所以在此 引起大家注意啊 怎么知道他跟杨恒均 有一腿甚至接红呢 就是因为他说美国的教育 才真正的公平 只要有孩子 他是给孩子办 他实际上对杨恒均 拿的是访问学者的签证 他发现孩子只要有个居住证明 就能上学 他说哎呀 在中国上学多么难啊 实际上他通过他这样的亲人经历 他的观念在变化 他在这种普遍教育啊 普世价值 我觉得也应该给他出了 至少这两年 再没有看到 他像过去那样的一些野行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看到他就是转变 变化 特别是他这次 来救护哭泣的这种壮举吧 我还是同情的 好 这个也是啊 这也是新的信息 就是说 虽然他没有公开的忏悔 但是他这两代的行动 已经这个变成了沉默不语 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新的情况 孟璇先生你看 这个所谓的大五毛啊 他在美国的环境之下 也被感化了 我希望呢 你在某些方面也被感化一下啊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条件不一样 这一点还是要考虑的 像在美国现在是越来越要往严格的方向来限制 就像川普在对于这个 这个他法律里面规定的对移民的保护啊 和什么之类 他都说不想不管 那美国人其实也是相当多人是赞成的 这原因是什么 美国不是那么富了嘛 每一个国家有美国国家的条件 中国的条件比不上美国 这是人人所知道的 可是你如果要在拿美国条件的情况底下 去跟中国去比 你本来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比喻嘛 那你不就是说你活在中国你倒霉嘛 就是这意思嘛 就是这本来一件事 那你怎么这个是事实 我只是想你承认这个现实嘛 其实你参考一下 杨恒彬这个世界跟孟晚舟世界 你会发现鲜明的对比 孟晚舟尽管也是一个要犯啊 大犯要案 你看他充足享受加拿到司法的公证 该探视该假设该什么都有 杨恒彬尽管你是澳洲公民 何况他是澳洲公民 如果是普通中国公民像余文森一样 像是王学章一样 几年你都没有阴性的 所以在这个期初 我可能赞同陈小平那句话 尽管我不敢说啊 就中国人确实跟其他人命不一样 这不是我啊 这是这个孟玄的潜意识是什么 这个意思啊 就是中国特色 你活在中国啊 实际上就是你该倒霉啊 你不能跟美国比 就是你要适应中国那个 环境跟情况 对啊 你愿意去推翻它是你的权利啊 那你就是进行这个推翻的这个 总算孟玄先生啊 这么多年来啊 你居然说你愿意推翻是你的权利 原来我一直觉得你在批评这些 这些人啊 终于听到你说这些人还有权利 嗯 是有权利推翻呢 可是你要自己衡量 你是不是有这个 你的这个代价是 你愿意不愿意付吗 这个是这个 好啊 就是这个民主权利是每一个人 但是每一个人行使他民主权利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自己负要 要负起多少的责任 你没有负这个责任的这个 这个这个准备 你就不要去去唱高调 嗯 好 今天的这个今天大新闻呢啊 这个单元的三个话题啊 第一个话题是习结这个李克强重获权力 习近平呢啊 对付不了经济危机啊 这个话题呢 和第二个话题啊 啊这个五十位网络大位被封 余建荣不知自己如何啊 被害 然后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袁小亮哭救丈夫杨恒君啊 舆论活该啊 还是应该说同情 这三个话题呢 啊 我已经主持完了 下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进入下一个单元 就是这个啊 历史上的今天 我把这个啊 这个主持啊 交给乔木 好 我今天客专一下主持下一个单元的 历史上的今天 啊 今天是4月10号啊 历史上呢 有四节大事 第一件是2012年4月10号啊 当时全清一时的重庆社委书记啊 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中纪委 啊 立案调查啊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在之前的两会就有端倪啊 据说呢 在被立案正式宣布立案调查之前呢 薄熙来在重庆已经被停止 还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啊 请小平同志介绍一下下官的背景 这个长信呢 啊 是在他被停止之后 实际上是他北京写的 就是说啊 薄熙来在某个意义上这个事件呢 我们从今天来看呢 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啊 这个而且他的影响将会持续的发生的这么一个重大事件 可是呢 从当时的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他对这个事件的这个严肃性啊 他几乎是不完全知道啊 他认为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因此他呢 在某些方面啊 这个在解释这样 这样的解释这个事情 把这个事情去淡化 那么这样一封信呢 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 就是说在啊 在薄熙来被判刑之后呢 啊 我我们接待了一位对薄熙来这个事件 非常了解的一个知情人士啊 这个人士呢 跟我们长谈了几天几天的时间 对薄熙来的事件呢 进行了相当完整的一个啊 一个介绍 那么集中的就包括这样一封一封信 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长谈呢 啊我们呢已经啊 文字呢已经基本上已经整理完了 但是什么时候发表我们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 我也要给大家披露的一个信息 那么从这个信呢 没这个没有发出的这份长信呢 我们可以说就是说薄熙来这个事件呢 啊 从他的历史的影响来看 他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这样一个事件 由于他被涂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在某一些方面呢 他的真相远远没有公之于众啊 我想点出这样一个情况 好啊 有人说薄熙来虽然倒了 但是呢 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没有薄的薄时代啊 因为重庆当年搞的那一套 其实在全国啊 这在上野 也就是对中国现在啊 这七八年的政治啊 有这么个担忧和评估 第二件事是2010年4月10号啊 当时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夫妇 以及呢 啊 政府啊 啊 党政军啊 各种高官啊 去啊 莫斯科啊 去俄罗斯啊 不不不 不是莫斯科 啊 是 摩尔曼 啊 啊 斯某 啊 啊 他们一架专机 图耀武斯专机 坠毁在俄罗斯啊 啊 摩尔啊 斯莫森斯克 当时呢是去参加 在1940年啊 当时有个著名的坎廷森林世界啊 而苏当时的苏联呢啊 杀害了这个两万两千名波兰的精英啊 本来是去两国和解 出现这个仪式 悼念仪式 结果呢 啊 很不幸 呃 飞机坠毁96个啊 这个高级官员 包括总统夫妇啊 这个罹难啊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举摄震惊啊 有好 因为各个罗斯有关 所以呢 加上波兰的罗斯历史啊 这些恩怨 所以呢 好多传闻说这是意外呢 还是阴谋啊 下面呢 我们请这个 这个小男孩啊 这个孟老先生 老头 白发老头 老男孩 白发老头 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波兰的这个历史 是非常悲屈的一个历史 这件事情虽然是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是多少年前了 这个是2010 在9年前了 9年前这个事情 到现在为止 在波兰还是 这个有很多的议论 很多的这个阴谋 在有特别的电影啊 造成这个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波兰人认为 这件事情是谋杀 是俄国人干的 因为我们知道 波兰从来是夹在这个 俄罗斯帝国跟德伊治帝国 两个中间 他是灭国 第一次灭国 是在18世纪末了 就是凯撒林大帝把他给灭了 然后波兰就很惨 到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重新再恢复起来 可是呢 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德 希特勒跟斯大林就签了一个 互不侵犯条约 就1939年9月1号就进攻波兰 把波兰给瓜分了 然后这个德国 波兰的因为有这么长期的这个被瓜分的悲痛的灭国历史 他的宗教性特别强 靠着这个天主教来维持他的民主精神 那么斯大林知道 如果不把他的这个精英都杀掉 到时候如果一旦有变的时候 他一定是第一个反的 所以呢他就这个在跟 在把这个波兰的他控制底下 当时是1940年那个时候 德苏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爆发 他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 两万两千人 都弄到那个森林里 叫卡廷森林 全部杀 杀了以后把责任都交给了 我们知道后来德苏战争爆发以后 这个地方都是归这个希特勒的 所以就把责任都推给了 说是希特勒的SS 就是他党位军杀的 其实当时的西方都知道是 斯大林是干的 斯大林当然是绝对否认 说没有这回事 两万两千人军官律师教室 这个知识分子全都这样 那那个地方是阴气冲天的 那个卡廷森林 那等到苏联垮掉了 这个莫斯科当然现在 就是俄罗斯了 就是俄罗斯政府 新的政权成立以后 他就公开历史 承认这个事情是我们 这个俄国人干的 那这一点呢 我们知道这位总统 我一个是尼南的这个总统 他是靠这个团结公联起来的 反恶的这个特别强的人 所以呢 他这个叫法律与正义党 他呢也知道 泼俄之间的民主仇恨 既然俄国已经愿意平复 等于承认错了 承认自己的血腥的罪行了 那来做这个70年的纪念 他就一定要去参加 到那个森林地方去 而那个机场啊 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机场 是一个军用机场 他飞过去的时候 那个是农物 他为了要赶去啊 他是找最好的飞行员 在那边 他还特别选一个俄国的飞机 就俄国的运输机 不要我说 他其实当时波兰是可以有用波音啊 是美国飞机 那就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可是他为了真诚的希望能够 因为普京也要去 那这个时候他就 那个农物啊 他就硬是要飞机 因为他如果不是及时降落 他就赶不上那个典礼 所以他对这个70年这个纪念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非常大的屠杀的一个 我们简单的说 那你认为这个世界是 航空意外呢 还是 航空意外 这个是毫无问题的 因为有那个黑盒子都破出来 恶过那个航空 那么这个意外有什么 有什么值得总结的教训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外 就是因为那个总统非常的急切嘛 他就下令说 你非得想办法这样 就天气原因加机械故障 不是机械故障 那个没有机械故障 那就是农物而已 但是那个飞机的那个 不是机场设备简陋 那个机场的人都是用讲俄文的 那个飞机室里头只有一个人 这个波兰的飞机师 平常的飞机师 都是用英文来做通讯的 结果呢 讲的是恶文 这个所以最后就是很不幸了 就是全都死了 但是死了以后 你这个就是你像64的实践 对不对 假如说今天共产党被推翻了 有人新来的政府 说承认64事件是屠杀 有三分之一的人仍然认为 这是这个 现在这个总统是 现在这个总理啊 是这个逆难总统的弟弟 他呢 这个党啊 叫法律正义党 就不停地煽动这个 就是这个俄国人的罪行啊什么之类 所以我是说就历史的仇恨啊 是非常的深 而且是受难的那种 那种complex 就像阿尔巴 你不管国民党怎么样子的去 去忏悔 都没有用的 这个你一旦有这种受难心态的时候 民族的血泪啊 所以那个地方之所以会这样 有人给讲是因为那两万两千个冤魂啊 造成那个农物 使到想要和解的人 他都不让你和解 让你这些书局 这个事情的结论 我觉得是原因尽管明白 但是人们的心理的猜疑难消 下面第三个世界啊 1995年4月10号 中共大佬成勇去世 中年90岁啊 也算适中吧 也算这个善中吧 陈勇啊 也号称中国八大家族啊 特别是这个邓之后的啊 邓时期的第二号人物 通常认为他是党内的保守派 但是呢 也有人说他不是老那么保守 也做过一些 一些这个相对来说 不那么保守的事啊 据说他有封信啊 救了这个所谓的江青四人帮啊 团集团的命 我们请陈小平同志点评一下 这个陈云呢 在历史上呢 他是一个著名的人物啊 所以今天的谈他也是值得的 那么第一呢 我认为他 他在我们标记说 他保了江青一条命 就是这个当年审判 四人帮的时候呢 有人动应开杀戒 那么呢 我们从武修全的 这个讲话之中呢 我们也因为武修全 应该是这个 当时的特别法庭的 这个参与审判的 他对这些东西有一些介绍 后来就是说 党内有人主张 不要在这些问题上开杀戒 因此呢 保了江青一条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陈云在中共党内呢 他也是非常能够 这个有聪明的这个一个人 他就他的这个 有生之年 他能够逃过毛泽东的这个 这种追杀 这也是他的政治上的一个本事啊 所以说他从毛泽东的这个 语意下呢 保住了自己一条命 这也是他的本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在六四以后呢 那一种肃杀的气氛之中呢 当时呢 有人要主张在中纪 中顾委之间啊 搞清算 那么当时中顾委里头有几个大佬 要积极的参与六四 那么什么余光远啊 什么李锐啊 什么李昌啊 还有一个谁是什么来着啊 都是在这个要 清理整数的名单里头 然后又说是陈云把这几个人保下来了 因此呢 这个啊 陈云的在这些方面呢 有些人说他还是做了一些事 那么当然了 就是陈云做的一个另外比较有名的一个事 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己的子弟 还是自己的这个放心 好 这个话好像也是他说的 因此这个话跟第三梯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好 我们请这个台湾背景的这个老男孩 孟老先生 对共产党大佬有没有什么评说 对 陈云的话呢 他当然是相信这个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 所以他这个在对这个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 他一直想要回复到50年到57年那一段时间的 这个这个计划经济 所以他对什么开搞这个特区啊什么 他都是非常的这个疑虑的 他是纯正的马列信徒 老师这么讲 可是呢 他是一个刹车 就是邓小平的话 他是胆子很大 而且他一旦扭头啊 转另外一方向 他就完全一路前冲啊 而这个陈云的话是一个刹车的角色 所以他有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大名 有保守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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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给他挂上这个 这个头先挂上这个帽子 可是的话呢 任何一个国家激进派里头一定激进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保守的 保守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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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这个这个在政治上这个不能够一路前冲 这是一定会出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陈云的这个这个形象啊 实际上在中国他讲过不为上不为输只为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的 根据自己的国家的条件来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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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子走自己的路 好谢谢看来对中国的政治你还是颇为了解 今天的第四月大事啊 历史上的今天1979年4月10号 美国总统卡特啊 当时的总统正式签署了台湾关系法啊 这个这是今年的40周年纪念啊 我们知道美国和台湾最近就在搞这个纪念 非常重要一个法律 非常重要一个事件 我们请老男孩孟老先生点评一下 这个今天的这个4月10号 这个台湾关系法40年 对台湾来讲的是很大很大的事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这个台美的关系啊 这40年靠着台湾关系法来维系维系的 而且这个台湾关系法当初啊 是经过艰辛万难才制定出来的 是卡特是不想要受这个限制 而最后再靠着国会亲友台的这个议员呢 把他定出来 定出来以后 这个法呢是定了 是台湾跟美国是非官方关系 可是呢台湾对美国对台湾有相当的这个责任 有某一种意义上的责任 虽然不是正式官方的责任 可是呢这个法是可宽可紧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在现在这个今年这段时间呢 台湾关系法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美国呢全部的这个两党啊都反华了 所以呢他们想提升台湾的关系 所以的话呢 有想制定更多的这个这个新的法 比如台湾保障安全保障法啦 什么旅行法这些都通过 可是不如台湾关系法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可松可紧的这个这个一个基石啊 那么今年呢 我们知道台湾马上要总统大选了 这个总统台湾总统大选的那个波兰起伏 比那个韩剧啊比什么连续剧都还要清洁 是明年不是今年吗 不是不是今年 明年明年一月了 但是主要是在今年进行嘛 那么所以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 民进党呢是一定要利用这个台湾关系法 去抱美国大腿可以这么讲啊 或者跟美国把这个 这样子就使到台湾这个台海关系啊 今年是兵凶战危 台湾有一个原来的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就是发明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的书记 他就说台湾台海的今天就像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英国跟德国的那个就是美国跟中国那个就很可能因为台湾的关系而爆发大战 所以的话这个台湾关系把今年的纪念对于 因为我们知道美中如果在这个经济的贸易谈判或者贸易这个战告一段落以后 下一步一定就会打台湾台湾排 而打台湾排里头 近年的形势特别凶险 所以像台湾联合报的今天的社论就是写的 就是說一個非常大的歷史的反諷 就是台灣關係法簽署成案 這個變成立法以後40年 今年的台海的情況是兵凶戰爲 戰爭因已密布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紀念 台灣關係法的一個反思 我總結一下 中美之間儘管有三個聯合公報 但那是政府直接的一個公報 沒有法律效應 而美國和台灣簽署的這個 而美國簽署的這個國會通過這個法律 台灣關係法專門這對台灣是高於這個三個聯合公報的 這個也是不對的 不對的 你這個講法不對的 在美國的這個國家跟國家之前的這個公報 在美國的這個憲法的規定裡頭 從來是高於國內法的 這個美國是完全這個這個是 所以中國為什麼後來搞了一個反分裂法 也是一樣 反分裂法也是針對台灣制定出來的 就是你美國可以搞一個國內法來制約這個國際的關係 那當然中國可以搞一個 這個話題我們可以專門討論 今年40週年還有的討論 我想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就是說在這個台灣關係法裡面明確的提出了 美國對台灣安全這個義務 就是說 也沒有安全沒有義務 這不是義務 這關切 關切只有 而且它那個關切是conditional 是非常有條件性 由國會跟總統 由總統來做最後的判斷 所以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設定的 不是為了台灣設定的 好的 陳小平同志有沒有補充 陳小平同志沒有任何補充 好 今天我們的話題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各位觀眾收看本期的節目 再見 謝謝 打開明鏡電視每次都是新世界 節目中言論為個人見解 不代表明鏡的觀點或立場 YouTube頻道名明鏡火拍 蘋果博客名明鏡火拍音頻版 網站www.明鏡news.com 推特at明鏡news 請問一下